好 感谢神 那我们继续在这边 今天我早上有点感冒 所以等下讲话 如果讲到咳嗽了一下 就不要介意 那我们今天谈的这一段经文 是比较严肃的面向 来 我问一下大家 你爸爸有没有严肃的时候 还是你爸每天都笑眠意 严肃 严肃比较多 还是笑眠意比较多 好 希望我们所有的爸爸 都一半一半 好不好 至少你有时候也是要管教你的孩子 有时候也不一定 每天如果你每天都逆按你的孩子 你的孩子会怎样 爬到你的头上 对不对 什么都是他对 你就都错了 那耶稣也是一样 在他的教导里面 他不是只有说好 耶稣也提醒我们 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 你有没有想过 你有没有结出过子 你有没有活出神荣耀的心意 所以我们今天 PVD 转不过去 是吗 好 我们今天要来认识 耶稣的另一种心意是什么 这一棵树呢 是橄榄树 在以色列人的生活里面有两种 有大概有几种重要的树末 这种呢是橄榄树 来 你煮菜油煮过橄榄油的 请举手哦 好 所以就知道 你用的呢就是这种树 那这种树呢 它的根筋叶 它可以做好多好多的作用 它还可以做很多的香料 那另外一种树就是 无花果 无花果长怎样 我们一起来看无花果 无花果长成这样 看起来好像很普通 但是其实 它在圣经里面 它有很重要的地位 无花果树可以活多久 大概可以活好几百年 我们都不一定可以活好几百年 但是无花果树它可以活 大概四百年五百年 然后如果健康的时候 它可能还可以活更久 那它可以长多高 我昨天跟我先生说 它可以长多高 二三四尺 我先生说大概两三肉 它可以长那么高 那它可不可以长得很胖 也可以 如果它健康的话 无花果树在身体里面 应该长长得到无花果 圣经里面第一次出现在哪里 起事物的时候 在医院里面就有什么 就有无花果树了 他们那时候拿无花果树来干嘛 做衣服 所以你想都可以做衣服了 那无花果树的叶子 应该可以很大 没错 正常很大的无花果树 它是非常大的 而且它还可以来包一包啊 包一的饭团 就是它可以包很多的东西 它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用的一个植物 那 当以色列人要进去迦南地的时候 你知道圣经怎么形容吗 那地呢有和有权有缘 然后还有什么 无花果树 今天你去买房子的时候 那个 买房子的人一定会跟你介绍那个最棒的 我们这里有游泳池 你儿子呢还有游戏师 那你如果怕胖了还能减肥还有健身房 对不对 你一定会给他介绍最好的 当然要进去加南地的时候 他们怎么介绍他加南地 最好的当然都摆出来 所以其中一个最好的是什么 就是无花果树 好 那无花果树有多多 我们知道他们要进去加南地的时候 怕怕不怕下去 怕那里面有什么东西 所以他们就请三个人先去 带回来那边最丰盛的三样土产 是哪三种 第一种就是 你们最近产生的葡萄的产剂 葡萄 第二种 番石榴 第三种就是什么 菜匠 今天这个礼物 无花果 无花果 他们带回来就是无花果 所以无花果在整个以色列 整个那个地方是一个非常盛产的一种水果 圣经里面形容它多好吃 你知道吗 又甜又多汁 卖水果的老板都怎么卖 我们这甜又多汁又多汁 圣经里面把无花果介绍的非常好 无花果还能干嘛 中秋节 有没有收礼 有没有送无花果 明年可以送无花果吗 好 无花果还能拿来干嘛 送礼用 你知道 雅比该的先生惹毛了大卫 大卫很生气说我一定要过去宅了他 雅比该怎么样 赶快准备无花果饼 送给大卫 大卫气就消了 所以明年送礼可以送无花果 相信这也是你 这是不错的选择 再来无花果有一种特色 就是它称为贫穷人的良食 因为它有钙有磷有很多的铁 它这些含量都非常高 所以当你吃无花果的时候 就可以补充你身体很多的欠缺的维生素 无花果还能干嘛 治病 当然我相信这是神的恩典过于那颗无花果素 西西加39岁的时候生了一场大病 他告诉一个先知 他说我不要死 我不想要结束我的生命 所以他说 拜托你 跟耶稣久 让我 活久一点 西西加39岁的一个无花果 他们就种一颗 所以犹太人呢 很喜欢在他们的区域里面种无花果 他们种无花果 除了可以吃 还可以干嘛 夏天都有可以 虫耳 你知道他们种无花果 就通 他们 夏天 我们在底下那个烤肉吃柚子 他们坐在那里 就跟我们烤肉一样快乐 因为那个是一个很放松 很轻松的时刻 那回到今天的经文 耶稣来到一棵无花果树前 经文人说 我远远的就看到你了 远远就看到那一棵无花果树 耶稣就往那里去 他希望在无花果树里面 找果子 可是圣经里面写什么 圣经里面写说 那不是无花果 结果子的时候 人家就还没结果子 你干嘛硬要找人家的果子 我们如果看无花果树 认识无花果树 你就知道 无花果是一个很特别的植物 耶稣进去 进到那个地方的时候 进到耶路撒的时候 大概是四月份 无花果树几月开始长 五月六月 那你猜每一棵树 长得都会一模一样吗 有的树总是会比较调皮 长得比较快 对不对 你的孩子有些根本就多小 一年几人家 看起来就把你的三娘 为什么 因为他就是长得比别人高 那无花果树会不会先偷长 会 他有可能会先偷长 这棵树呢 他偷长了树叶 但是无花果有一个特色 你看到他的树叶 你一定要看到他的果子 这就是他的特色 所以如果他已经先偷长了树叶 请问当然要带什么 果子 这样才是一个正常的无花果树 所以耶稣并没有刁难他 耶稣从看到他有树叶的时候 就想说 那你应该长一些果子 无花果树就像长的果子 是幼小的 他还是可以吃 只是没那么好吃 但他还是可以吃 那今天这一棵无花果树 只有树叶 耶稣找得到果子 找不到 耶稣跟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 从今以后 没有人 会再吃 你的果子 从今以后 不会有人 在吃你的果子 有人说 因为这一周 已经是耶稣要上 要上十字架的前一周 人家就说 耶稣一定是因为要上十字架 所以心情不好 然后呢 就放了哪一个果子 或者是呢 你肚子饿的时候会很生气 会 所以耶稣一定是因为肚子饿的时候生气 你觉得你认识的耶稣是这种耶稣吗 不是 耶稣是用什么心态 这场的心态 如果我今天是一个龙夫 长出来的果子 跟我想的完全都没有长出来 你会怎么样 吓一跳 想说 我那么用心栽培你 你竟然这样 今天你当你是一个龙夫的时候 陆江古音有讲一个比喻 他说 有一棵无花果树被种在人家的田里 然后主人来的时候想要收什么 收树叶吗 不会 你如果是主人 你一定吃果子 你会吃树叶吗 当然不会 他想要收果子 收得到吗 收不到 这时候主人都怎样生气了 叫他们家管人的时候 来来来你来 把他给怎么样 狠一点的就怎样 砍了对不对 然后心轮了一点就撕肥嘛 然后主人就很不开心 就说你把他砍了 那他很好 互相搭配 他的管源是心轮的 所以节目就要这一种 就说不要啦 我在三年后 然后我们再看看怎么样 今天当你是一个龙夫的时候 你会希望你的树是长这样的吗 你一定不希望他只有果子 同样的今天耶稣到那一棵树面前 他一定也希望我的五花果是长这样的 他才能得保足 那今天耶稣讲这一段经文到底要提醒我们 不要只有重视美丽的外人 而忽略到你的内心 忽略到你没有你不重要的 在圣经里面的五花果树 仅次于葡萄树 圣经里面提到最多的是葡萄树 第二种树就是五花果 但是当你看到圣经里面写的五花果树呢 他不是你在海边看到的树 也不是你走在乌哥皇看到的樱桃树 也不是你今天在你家门口看到的荣叶树 不是这么普通 圣经里面的五花果树是要提醒所有的以色列人 你们就如同这棵五花果树 今天你们都是基督徒 都是神拣选 以色列人也是神拣选的 你们希望 你们觉得神会希望在你们身上得着什么 得着帮助人的恩典 得着你身上给我的恩赐 然后去发挥出来去影响别人 神也希望在以色列人的身上得到这些 但是当时的犹太人有吗 没有 当时的犹太人甚至还诅咒外邦人 如果要比较好懂的就是 所有的基督徒都看外面拜拜的不开心 就说你拜拜你不好 所有的基督徒看不起外邦人 就当时的犹太人他们看不起外邦人一样 他们觉得你们都不是神选的啦 你们这些人都是神不样的 但是耶稣提醒他们 你们只有很好看的外表 没有真的有爱的内心 这是神提醒他们地点的 你们就跟这一只狼一样披着羊 有没有很好看 但是你们的内心 哇就吓死了 再来 后面的经文 耶稣又说了什么 耶稣去给人家的桌子怎样 翻倒 你有没有给人家翻倒桌子过 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 我想有你应该也不敢举手 因为那个真的是太恐怖了 你有没有给人家翻倒桌子过 如果你真的翻倒别人的桌子 那代表你是怎么样的 我真的气到不行了 你再留我我就要打你了 但是打你又不行 只好翻你的桌子 有没有 那是非常气的 耶稣在气的 耶稣在气 他们把所有的圣殿里面 都变成了买卖的地方 来我们赶快来买 我们教会卖很多东西 变成买卖的地方 甚至他们又从这里面 得到很多的利益 耶稣看这一点觉得 噢不行 除了这一点以外 你知道人家当时的教会 盖的多漂亮吗 他们从教会出来 他的门徒跟耶稣说 耶稣你看 这是何等的石头 这是多么漂亮的石头 这是多美的石头 这是何等的电影 这是一件很美的教会 但是他们的内心好吗 还记得那只披着狼的羊 披着羊皮的狼吗 就跟那只狼一样 不想亮 内心了 所以各位姐妹 我们就知道 在这里面一件书用了两个比喻 提醒了犹太人 你们不要只注重你们的外表 你们应该去想想看 你们里面顾得多好 这让我想到 韩国人跟台湾人 我们都很疯整形 我这边不去整一整 我就看不顺 我这鼻子如果没有高一点 我带眼镜都会掉下来 但是这只是借口 我呢 如果没有去打一下肉毒肝菌 我的皮肤就会掉下来 我们都只在乎我们的外表 但是你有去想过你的内心吗 圣经里面提醒我们要整形的人 他说 燕溺是虚假的 美容是虚浮的 我会敬畏 耶和华的 怎样 所以下次你如果要去 哇十几万之前 记得来找我 我送你这些经文 你老公就会请我吃饭 因为那样就神恨多情 神提醒我们 不要在你的外表 只注重你的外表 而没看到你的内心 今天我帮我说 叶子可以长得好大 会做很多事情 但是却没有注重到你的美心 所以我们不要像他们一样 就是故意投很多的零钱 让人家听到 神重视的是后面的人 虽然他只有十块钱 可是他奉献那十块钱 耶稣就说 你真是太棒了 你不一定要奉献一百万 就算你有十万 耶稣也是一样 觉得你奉献很多 巴尼那剩下的 我刚本来讲十块 讲成十万 巴尼那最小的 你愿意献给神的 神就看那个为宝贵 这个人大家能得吗 可能胖了点吗 他最近 他叫做马丁路德 马丁路德为什么会进行宗教改革 因为他看不惯当时 来我去这七头的车牙手 真的吗 意大利的某个 不然你长老去过 下次可以再跟他将他开头 好 去过这里的人都知道 这是圣比仁大教堂 当时他们为了盖这个教堂的时候 他们去贩卖 天主教去贩卖赎罪券 赎罪券 他们就说 如果你今天犯罪了 你就拿一千块给我 我就给你一张券 然后你的罪就怎么样 通通没光光 所以他们就去卖这种券 甚至他们为了 就是收更多的钱 他们就去骗那个底下的平民 说我们还缺五十万 然后对这个看起来比较有钱的 就说我还缺八十万 这个看起来给我的钱 就是不然你捐几百万好了 他对于每一个人 都收很多很高的钱 但是都是骗他们 底下的人都很辛苦 那马丁路德就起来 告诉他们说 你不可以这样 他就发起那个宗教改革 感谢主因为他的改革 让我们现在 还有这么美的穿透 好 第二个 这个物光果树提醒我们什么 活出你现在 在你的生命里面 活出神的信仰 第一个从你的环境开始 你知道台湾现在面临什么吗 空气污染 再来呢 土石流 再来地层下线 最后自然 你如果想说 这些都跟我没关系 那你一定会烦恼 以后你的孙子怎么办 从你的环境里面 开始去活出神的旨意 再来 不是只有听到而已 你要去行 今天在这里不是只有听听而已 而是你要走出来 神的荣耀在你的生命里面 那个东西你要彰显出来 不是我们在这边讲一讲而已 台湾有很多人 开始喜欢参加很大型的特会 他们期待的是什么 我被圣灵更多的充满 而且神一定要医治我 而且神一定要赐给我很多东西 然后我就可以怎样 可是大部分的人 有一半的以上 听完那个特会回家 睡一觉起来 或许活乐的一个礼拜 再来 他就有信心乱落了 要怎么办 再赶快去参加一个更大的特会 但是神说不是 你去参加很多东西之后 你要醒出来 不是只有听听而已 好 这个人是加尔文 加尔教会里面 一个非常重要的创始人 他提到 你一定要在你的工作中 荣耀神 所以今天 你要在你的工作里面 活出神的荣耀 这个是哪里 张基 张基的那个创始者 南大卫医生 你看到他有办很多 大型的孤单会吗 没有 他就真的只是用爱 去看病患 他就真的只是用爱 去鼓励他的同工 他就可以创下那么好的佳基 让很多人来到神面前 让很多人就认识这个福音 第三 你要活出你的使命 经文怎么说 耶稣去那一棵无法鼓术里面 干嘛 找 人家耶稣都花心思去找 你就应该给东西 今天耶稣应该很花心思 在你生命中找的东西 找你有没有结束果子 找你有没有合他心里的东西 我在用一个医生 这也是一个见证 这个医生他叫做施少文 他是台东圣府医院的一个骨科的医生 那他年轻的时候其实是在菲律宾那边学习 之后来台湾 来台湾之后 他发现台东那边好缺人手 但是他身边有很多的宣教师是带着他 他其实本来在台东结束完之后 他可以去台北 可是他说 如果他去台北 那这间医院怎么办 他说 下面那个字 别的医院要我 但是圣母医院怎么样需要我 所以他一直待在圣母医院 一直服侍 一直 静忠职守 一直到他得了癌症 得了肝癌肺癌 直肠癌 全部都是默契 你猜如果你是一个医生 你会怎么样 我还走啊 没有 他继续在那边服侍 而且他就算吐血了 在这边要提醒所有的医生 很多医生都觉得我是医生 然后就 就没有去看医生 其实医生更需要照顾自己的身体 他吐血了 他说什么 我才不要去挂急诊 挂急诊怎么样 又会让那些医生更老多 所以他没有去挂急诊 一直到他生病 过世的前世间 他跟他的老婆说 我看我真的不要去上班 我太瘦了 病人看到我应该会吓掉 所以他就没有去 四天后 他就过世 但是他的生命里面 他帮助了圣母医院很多 他帮助了很多人 所以最后 他提醒我们 不要做普通人 要明白主的旨意是什么 聚焦你的目标 你有没有玩过那个放大镜 放大镜放在一个点 太阳照下去会怎么样 起火 你有那个目标 你就有那个使命 你就会知道 我今天起床 不是白活的 我今天起床 蛮有务力 我今天起床 我知道我要做什么 而且 人有一个弱点 就是容易分心 当你有一个目标的时候 你就不会容易分心 而且你知道神要你做什么 最后比较两张图 第一张图 好多什么 奖杯 要从最小的赢到最大的 才算是最厉害 那你现在进街道哪里 红色狂狂狂起来那里 还是你已经赢一牌了 在你家 很多人在他的生命里面 他想要 赢那么多奖杯 有一个博士 他说 我这一辈子啊 最光荣的就是什么 为我的母校争取更多的奖杯 所以呢 他就在他的母校里面 排一排全部都是他 打网球的第一名中 排很多 他年老的时候 收到一项东西 里面全部都是他的奖杯 最后里面就写说 你好 这个是你在年轻的时候 为学校赢得的奖杯 我们在储藏室里面找到 所以呢 我们现在寄忙给你看 你们要作为留念 当你觉得别人看回很重要的时候 你离开几年 那个东西就已经被放到储藏室里面了 所以当你在追求这个世代的很多的东西的奖赏 很多东西的给你的鼓励 跟你的目标没有 神没有这些东西 你的生命结出果子 这是最后一张图 影响别人 让那个人的生命全部都改变 甚至让他的生命得救 让他的家人也都得到影响 你觉得这一张奖杯 跟后面那一张果子 你会选哪一张 我相信神今天竟然都已经 站在我们面前要找果子 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活出那个有果子的生命 我们一起要来唱我们今天的回应诗 在我们预备的时间 我们可以去想一下 如果耶稣现在就站在你的面前 如果他 你可能跟他说 他现在就还不是结果子的时候啊 可是神说 你已经是一个基督徒了 你已经长出叶子了 你有没有把那个果子 神总要是 他有说 我要找一百颗果子 没有 神一颗也好 在你的生命里面 你有没有一定想过 我们一起站起来 我们来唱这首歌 我生可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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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也好喜欢 你不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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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想想的往显了我的心 我的渴望明来伏着属于你的时代 原定做路 万全交线在这里 原定做路 万全交线在这里 借我一生 和我一生 我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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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为我们的心 要为父的心 就像他们所爱的女人 心里就是 吸引这个时代 感受你的空在 但一直回复我们 才知道开启起来的女人 尽力的感受 你的爱 我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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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父子 属于你的时代 我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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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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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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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经我们的心 从今天早上你走进来 从你开始敬拜的时候 从圣灵充满在你心中的时候 从你聆听神话语的时候 到等一下 你要走出这间教会 你有想过 别人在你生命中 看到你结出什么样的果子 当别人看到你的脸的时候 是想说哇这个人看起来怎么这么可怕 还是看到哇这个人的生命里面 怎么满有喜乐 你要跟人家找出什么 当你回到家的时候 人家是说哦爸爸妈妈回来了 东西赶快收一收 还是跑去门口迎接你说 哇我的爸爸妈妈回来了 当你的爸爸妈妈看到你的时候 就说这个孩子是让我头痛的孩子 还是说 这个孩子他尽了他的权利 在神的路上奔跑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知道活出神的荣耀不简单 那个果子是我们努力去结出来 但是神说 我要在你的面前找找这个果子 帮忙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都能找找这个果子 我们一起再来唱这首歌 听我无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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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恢复我们的心 来恢复我们的心 要恢复我们的心 神在我们的包含我的臉 讓一生的愛所吸引 吸引這個時代 感受你的存在 來一直恢復我們 看起你的耳朵 經歷你的天 想到你的朋友們點出完 在我們每一位一生的大眾 看我的心想給誰 看我的心 看我的心 你被捧著 屬於的十一百 願意多獨 完成的線 在這裡 做不完三 天 照不完三 不完整 我 算 你為 我 屬於 十一 願意多 我獨的太長現在就比 索索的太多人 我獨的心 亂想著心 我們願的願望 被太多久 屬於你的時光 愿意过渡 万全发现 才叫你 祝福光在你眼上 愿意过渡 万全发现 才叫你 祝福光在你眼上 来 请老爸 今天在座上帝 我们知道你的恩典要连到我们当中 你的圣灵要挥护我们每一颗受伤的心 主祢要挥护我们 祢挥护我们这个国家 祢挥护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 神祢的爱要充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 让我们真的结出果子 而且荣耀神 所以说我们如果只是只有业职的时候 神啊 我们要求祢怜悯我们 因为我们知道 或许我们还不够认识神 因为我们知道 或许我们还觉得我们不行 但是耶稣我们知道 既然祢站在我们的前面的时候 就代表祢跟我们同在 所以我们有结出果子的能力 神愿的恩典充满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身上 祝福我们每一个人的工作 所有的家庭 谢谢主耶稣 让我们成为一颗健康的果子 让我们结出健康的果子 成为健康的果酥 让我们每一个人有健康的身体 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光束基督圣灵 阿们 请坐